大家好 我是健娜 我在山中森裡面是一個小慶的角色 他是一位有電的性工作者 這部分導演也很幫忙 希望我們可以多去掛摩 就是說去了解一下性工作者他們工作內容 然後他們 因為需要你帶領我們 要不然我們沒有辦法 我平常也不會去 可能導演比較有經驗 沒有 是 你們的要求好不好 不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需要做功課 所以我們就要求導演說 可不可以就是麻煩帶我們去見識一下 然後觀摩看他們的工作模式是什麼 讓我們知道 如果我在飾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做 但他們觀摩的是酒店不是性工作者 這個要先講清楚 你一直講說我帶你們去觀摩性工作者 那你們只觀摩了酒店而已 對 已經去觀摩了嗎 已經去了 那時候很特別的是 我跟千娜一起去的 對 對 然後就稍微了解一下這個生態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去 真的 講實在 真的是我第一次去 然後也 去了解一下 對 所以有發生什麼比較好玩的事嗎 就是他們剛好 然後酒店的公播帶在播我的MV 對 然後 然後導演其實他已經去很多次了 他已經傳給我看很多次 我說你的在這邊播 然後就他們也唱千娜的歌 所以其實有一點像是去唱KTV的感覺 對 去主要是學說比如說我在酒店裡面怎麼學倒酒 然後跟客人玩遊戲 比如說他們很有名的應該就是吹牛 對 玩骰子 然後我們就自己現場玩起來這樣 重點是好像在劇本裡面也有選說 寫說要選那個小姐這部分 然後所以我們在現場也有試試看 這是什麼感覺 所以就有選了一下小姐 選自己喜歡的這樣 對 然後坐在自己旁邊 對 妳幫我選 然後我幫龍王子選了一個非常美麗的 哈哈 那王子有選這個障礙 好像都還不錯這樣 我覺得關於尺度這件事情 第一個首先我自己開始要好好的訓練我自己的身材 因為可能會有裸露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看 他破梗 不是不是破梗 我還沒有破梗 破梗是 如果康生哥要求多我就脫 不是 如果要求少 可能就是以康生哥為主這樣 李康生從以來最大時度 看康生哥會脫嗎 我啊 我是清導演的吧 其實我們比較害怕大家看他就是 就是脫很多 我這次會給他不一樣的脫法 然後也會給他 他身上加一些不一樣的事物 讓觀眾看來跟以前在別的電影裡面看到的李康生的不一樣 所以他現在也開始要重訓了 對 我不用 不用嗎 我都一直以為吃得很好 是喔 好 加油 不用擔心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子邱生意 我在山中生命飾演的是陳昊 是一名酒店經濟 就是從街道這個戲之後就觀摩很多關於黑道的電影 然後也找了一些兄弟的朋友聊天吃飯然後告訴我們整個生態 然後從電影的角色跟身邊朋友的經驗慢慢的去從他們身上找一些線索然後慢慢的在內化成我自己這樣 那兩個人就是原本自己下感情很好 那這次要第一次做CP 會有一些尷尬或者是會比較好融入嗎 會笑草 我覺得會 對 我覺得會笑草 其實我跟雪芙在很久以前就認識 過程中有很多戲找我們 然後可能有三次到四次 但最後種種因素跟時間都沒有搭上 那這一次真的算是皆大歡喜可以一起合作 很棒喔 這張拍照 拍一下宣傳一下 哇 宣傳到 非常 很不好意思 這姚哥的電影 對 然後剛好那個雪芙的那個電影也是我人生第一部電影的導演 陳鴻宜導演也是非常很棒 然後這次我覺得最特別的是我非常榮幸的可以跟康生哥合作 就是當大家知道我要跟康生哥合作的時候都非常羨慕 所以這一部電影也算是我來學習 像康生哥學習 不要 不要 其實這部電影也在講選擇的問題 我們把男人的元素壓到最低 就是剛剛在原始社會的時候 男人最原始的就是暴力與權力 所以我們所有的男演員應該全部都是兄弟跟江湖人士 然後我們女演員裡面除了我們雪芙之外 全部都是酒店小姐 好 我要講完是不是 那不講了 就這樣 這一次就是兩位女主角 有兩位女主角天娜跟雪芙都畫女衣 那他們在戲中誰的戲份比較多 有沒有需要較勁的場面 天娜的環境跟雪芙的環境是會不一樣的 那等於是雪芙是誤入叢林裡面的小白兔 那中間其實因為千娜等於是 這樣又要劇透了嗎 敬請期待我們的電影 不要劇透 好 反正就是每個人都有套到 好 那我可以稍微劇透一下就是 那個雪芙跟康生也有很激烈的一場打鬥戲 這樣 很激烈的什麼 打鬥戲 打鬥戲 這樣好不好 對 待會就這樣 大家買票就會看到 這樣子好不好 OK